大家好,我非常那个今天同意第一位嘉宾还有马社长的意见 严重支持,一定要在加拿大设立这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我觉得就这个中间这个姓吴的就开始在那混淆视频 还有第一个打击电话的,居然把六四跟这个南京大屠杀去并避 那你们台湾那我问问二二八事件是不是也应该写的里 既然你这那六四能跟南京大屠杀这样残酷的这个历史事实 能跟他混淆的一谈,那你二二八你台湾你镇压 死了那么多台湾同胞也应该写到里面呀,对吧 你为什么不帮提六四呢 如果想提六四呢,我都希望你们以后这个财呀 说一说六四,我们都是过来人 别是光是一天到晚的一面的在那六四历史真相还没还原呢 是吧,有一天会真相也大白的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么残酷的那个日本侵略的中国 杀害了我们这么多的同胞的这么残酷的事实 但是那次和你的这个什么来混淆一谈呢 简直是混淆是清,所以让人听得非常气愤 谢谢 嗯,好的,谢谢